前一晚Jackie放了攝影機 还真的拍到一只可爱的小鹿 下回应该放在黑水塘或泥巴底 可以拍到更多 昨天睡得很好 早上六点半闹钟响起 直到听到队友聊天的声音 才舍不得的起身离开睡袋 看了一下温度计显示四度 冬天呀 对于怕冷的我来说 要出睡袋是一件艰苦难熬的事情 就得忍过那么个瞬间 之前有过几次在山上极端气候下 更痛苦的经验 耐受度会一次一次的提升吧 我喜欢早上泡杯热茶来喝 我听你今天闹钟声响很久 我没有听到闹钟声 昨天没有想那么久 我没有听到想说是谁的 今天睡得特别好 不起床吗 阿龙师吃饱了 你吃饱了 还没 我刚才没睡 我想说你想饱 今天的早餐是吃小鸡面配上汤包 这是去年三月在日本买的 还没吃完呢 而接下来的三月要去日本东攀了 五月要去尼泊尔 八月则是要去北印 非常期待今年的海外登山计划 早餐吃小鸡面 加一点饭 再加一个汤 这两天晚上都睡得蛮好的 很久没有在山上过夜 然后这边气温又蛮舒服的 我最近盖这个睡袋很刚好 然后睡到半夜可能上半身会有点凉 就再把羽绒给塞进来 其实这边还是有点斜 我睡的时候还是会一直滑下来 我就会跟我的枕头分开 所以我觉得枕头跟睡垫黏在一起 好像有蛮大的一个必要性 反正我后来就不睡枕头 直接就睡在睡垫上而已 嗯 嗯 好吃 面本身味道就很咸了 所以汤再加多一点也可以 昨天虽然睡得蛮舒服 但是晚上脚跟臀都会有点酸 所以冻的时候会小小的酸痛 可能是我真的太久没有重装 还是这样 不知道 好这个帐篷用了两天 虽然这两天都没有大风也没有下雨 可能没有办法测试它的耐用度 但我想有搭好有拉好 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单人帐对我一个人来说 空间真的很舒服很够 它其实可以当作 两个身形娇小的女生 所以这个帐篷也是可以的 或是紧急避难的时候 你这边要挤四个人 坐六个人也是ok的 我觉得它的优点不只是它 情重点是它的设计 场观高的维度怎么设计 然后拉链的方向啊 跟这些小细节或者是 调整时候的方式 这些设计 让这一顶帐篷非常的好用 其实它搭设上也非常的容易 四边下钉之后 这个撑起来 然后再去微调各个细节 你看那小小一顶 但是睡在里面完全没有压迫感 我的头啊大概到这边嘛 鱼顶还是有蛮大的一段距离 然后也有潜艇空间 下雨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在外面吹煮 那潜艇空间非常大 你也不用怕在里面吹煮 会不小心烧到帐篷 像我那顶Lucas Gear的 没什么潜艇空间 一点点而已 用火就会比较小心 因为怕会烧到外帐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它所需要的腹地也很小 很适合台湾的地形 吃完咯 吃完咯 刚跑了蜂蜜茶 蛮甜的 生活不是只有快乐的时光 尽管社群上看来是如此 但每个人每一天 都会经历着喜怒哀乐 等情绪的切换吧 所以学会从忙里 找到疗愈自己的方式 就相当重要 从山上归来的 我是另一个人 那种内心平静的程度 在日常生活中 是很难实现的 而当你内心体悟到真正的祥和 对周遭事物的感受 也会截然的不同吧 长期下来 这就是正向的循环 我也相信 每个人的灵魂本质 都是好的 这次的行程很轻松 所以食物都没有吃完 花生糖 今天大家已经吃完了 三分之二包了 还有带酸樱桃 再泡瓜子 水 水 茶 水 水 茶 互 幸福 茶 水 水 水 吃完早餐收完裝備准备回程了 三天被大自然包圍的靜密空間 這裡有無限的自由 各種大自然的聲音 動物們的聲音 就可惜待的時間太短了 追隨這個自由的同時 請記得 這份自由並不是自己所創造的 是身邊的人贈予 犧牲 祝福 與期待 也必須記得 自由不是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是先做應該做的 再去做想做的 最後來介紹一下適度夜晚我的過夜裝備 若扣除水、食物、相機、腳架 基本的重量只有3.87公斤 但上述那些加上去總共是有背到10公斤的 這次測試的這顆包 Sylson 52升的輕量包 空重約745克 包體的本身是42升 沒有任何加成 外面加上10升的空間 沒有量是Ultra 200X的 比起DCF更抗撕裂更耐磨 包包底部則是用更耐磨的Ultra 400X 探勘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背包的骨架是用兩支垂直鋁合金中控管 加上一個水平的碳鮮圍桿 可以調整背長 側邊的小繩圈都可以搭配配件 來固定登山障、雨傘、冰斧等等 兩邊彈性的收納袋 可以塞兩罐水壺沒問題 而且有調節繩可以調整大小 肩帶兩邊都有彈性口袋 也可以放水壺、零食、手機 但對我來說這個肩帶是稍微寬了一點點 而且這顆包包的肩帶跟腰帶都比較薄 畢竟我還是會背到10公斤嘛 希望之後可以改良家後 否則就是得背的再輕一點了 那這顆包官方的建議負重是12公斤 極限18公斤 背包頂部是Y字的束帶 如果要外掛東西在頂部是還蠻穩固的 好不好背、推不推薦 也沒有很準 因為背包一律建議要加重是背 蠻吃體型以及每個人背起來的體感的 帳篷是ONCE DESIGN 擔任DCF的單層杖160克 搭設只需要一根120公分的登山障 加四支銀釘 其實非常容易搭 四邊下釘 中間登山障插起來就完成了 特別是長邊、中間還有銀繩 它的設計是讓你往兩邊分別套入既有的銀釘之中 會讓整個帳篷更加的穩固 那我後來則是把這個銀釘往後拉 讓睡覺的空間更大 但帳篷的長度就會再縮短一些 它的長官高分別是這樣 所以內部空間對我154公分來說是非常的舒服且大 應該是可以睡兩個我 地墊就是用來隔絕水器的 那選這張Polycro的準沒錯 用來隔絕地面冷空氣才適用睡墊 睡墊是Expat Ultra 3R Mommy 加打氣袋的重量是430克 打氣袋也可以當成防潑水的袋子 睡墊厚度7公分 R值2.9 舒適溫度-5度 對台灣氣候來說是相當夠用 而且很舒服 我覺得Expat比Summer Arrest的睡墊軟且寬 舒適程度就略低於C2 Summit的獨立筒 但C2 Summit的R值比較高一些 重量也比較重就各有優缺點囉 睡袋是Marmorment 噴增位15-700克 是我雪季或是台灣5度以下會出動的 900FP速食溫度-3-10度 去年在日本的雪地我們睡帳篷也是用這顆睡袋 在全部裝備的搭配之下 睡得非常好都沒有冷到 再來保暖的羽絨外套是老人頭的令根蕩850 也是我雪季或是台灣冬天用的 這件的蓬鬆度相當於美規900-950FP 338克填充158克的羽絨 是非常優秀的保暖比跟重量比 那這隻已經算是蠻頂規的啦 如果你沒有常去那麼冷的地方 也可以看看其他Fill Power跟填充量比較少的 價格就會低一些 我研究了一下國外大大他根據價格重量 填充量Fill Power所計算出來的羽絨外套的比較 那這個公司是有點複雜 我覺得大家可以根據價格重量填充量 跟Fill Power下去做比較就可以 那當然還有縫製技術啦 跟外套的版型是否防潑水等等 也可以列入考慮 保暖褲是Ursys Alpha Direct 60 只有75克 我在營地懶得脫褲子 穿在外面一樣很保暖 那雪地當然就是事先穿在登山褲裡面囉 這是Ursys的保暖襪 用Alpha Direct結合Arkta的布料 這個在台灣用 雪地的話就可能不夠暖啦 爐頭一樣是BRX 25克 泰國則是凱絲的 這次帶小罐的瓦斯 重量上可以更輕 目前還沒試過用酒精膏或是酒精爐 最後也可以介紹一下這次穿的服飾 底層衣是Sensor來自傑克的品牌 那其實我已經穿了一年多 他們家的羊毛短袖 我2023的行程幾乎都是穿它 最特別的是我身上這件Double Face 它是採用特殊的雙肢結構 外層是美麗諾的羊毛 內裡是超纖細的巨子纖維 所以如果你是對羊毛會過敏的人 請去試穿它 再也不會有羊毛的不適感 但是也結合了兩個材質的優點 保暖、抗臭、透氣、快感 這麗麟的設計 也是忽冷忽熱的冬天爬山很需要的 隨時調節拉鍊、幫助散熱 中層衣一樣是Alpha Direct材質 這件是Century Design的 應該是60的 那我覺得Century Design跟Ursus 設計上大同小異 Ursus的長度會比較短一些些 符合台灣人的身形 其餘就是看款式 你喜歡有拉鍊的還是沒有拉鍊的 有一個小小可以看出來 與摸出來的差異是 Ursus的滾邊材質比較厚一點 摸起來的舒適性略高一些 但整體而言都不太會影響 最後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Alpha Direct材質 它不吸水 很輕薄、透氣、散熱塊 所以適合當作行徑的保暖中層穿 因為常常會有只穿一件底層 太冷的時候嘛 那另外一個剛提到的材質 Akta 是日本近幾年開發的布料 兩面就不一樣囉 一面是扣氣的孔洞 另外一面是短刷毛的結構 更偏向是Wicking Layer 就是可以稀釋排汗的 真的要當作底層1 或許Akta可以勝任 但當作行徑忠誠的話 Akta的透氣性應該是低於Alpha Direct 如果天氣冷不需要太透氣 或者是一定會加上風衣的狀況之下 就大家自己測試與選擇啦 畢竟我也還沒有Akta的衣服 好啦今天影片分享到這邊 也歡迎留言給我 下次上山可能就要等到過年啦 謝謝收看 下支影片見 掰掰